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根据老委会的最新资料显示 事业单位预计在2012年10月底的人力需求 较前几个月36.3千人 这是继98年10月3年以来的次低数字 1111人领行非常关心职场动态 也从资料库中发现 政治工作职缺数每个月虽然都有增减变动 但已经连续11个月较去年同期减少 这显示了就业市场出现紧缩趋势 于是1111人领行又针对企业主调查 第四季有43.37%受访企业有增财意愿 但与去年同期相较 这个求财意愿还是稍微下滑 以下是1111人领行第四季增财 继市场危机调查部分数据 字幕志愿者 杨栋心 相当高比例的这些企业组 预计第四季 它的这个成长非常有限 甚至于也是持续呈现衰退的 而这样的一个衰退的情况 在我们这个均值来看的话 都甚至于要达到13个月 也就是差不多要花上 一年多的这个时间 我们的这个景气的反转 才会出现一些相关的迹象 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比较悲观的景况 可能要让很多电视机前面的 上班族的朋友去了解到 因此有高达了9成3的上班族的朋友 他意识到了这样的一个 包括了放五星价等等 减薪的这样的一个威胁 所以他们采取的因应的做法 一方面当然是节约平常的开支 另外一方面是学习第二专长 第三方面就是希望能够多一些的兼职 然后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所以这个呢也是上班族的朋友 在因应人事紧缩工作不好找的情况之下 所出现的一些应对的这个作为 景气影响是一定有的 但是我觉得在求职者他们的准备 他们的谋职策略上面 事实上是自己要多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有黄小姐 她是一个蛮优秀的一个普遇 我可以这么说 但是事实上在记者会之前 我有简单跟她聊一下 也看过她一些履历 那事实上她的条件很好 只不过在某职的策略上面 还需要做一些调整 我想这不只是企业 或者是在人力银行的一些中介公司 或者是在学校 这部分都应该对这些求职者 尤其是社会心情的人多所辅导 那我想对于这个求职这件事情来讲 会对他们会比较有帮助 其实我们卖场一直都有很多的职缺 因为很多基层的员工 他其实流动率是很高的 那对我们来说 景气不好 反而这个员工的留任率是比较高的 景气好因为外面工作好早 他们可能离职的比率就会高很多 所以其实在这段时间 我们发现其实员工的留任率比较高 但是我的卖场的很多的基层职缺 其实要找到真正适合的人 不是那么容易 像我们卖场有很多很基层的员工 很基层的工作的部分 我们其实一直都有这个职缺 而且各分店的职缺不一样 尤其像生鲜的部门 那个职缺的部分 他可能需要一点点专业技术 他有一点点门槛 他需要一点点技术的部分 虽然我们都会做很多的教育训练 但是也发现这样的员工 其实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不好找的 刚毕业然后也想说 就是希望可以找一个好工作 但是就是可能都有 就是我投了其实也大概一百多封的履历 那大概也是只有十家左右的面试而已 生活之处部分的话 大部分的时间就是不要出门 因为如果出去的话 就会有就是开销出现 那期间的话就是都在做一些 就是打零工啊 因为像我就会在那个PTT上面 找就是part time的工作 那像就是我也常常就是也会去 像家乐福啊大润发这些就是卖场做 就是那种促销人员 对 都自己在外面租房子啊 房租一个月大概就一万块 还在家三餐水电那些的话 才有吃完了一个月大概就还要再多多一万多 总共大概两万多吧 一个人大概可以只能存 一个月只能存一两千吧 发现有时候遇到什么 特别意外的事又会多花的那些钱 所以根据存不到钱 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